这个很简单就是说请输入1到5的数字 然后呢去做判断 那不一样的输入数字的话呢 秀出来会有不一样的英文 比如说输入1的话 按Enter之后 它会输出是1 然后呢不一样的数字的话 比如说我重新再refresh一下 那这边的话我输入3好了 Enter一下 那就会停在这个3里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这个Switch Switch的方式 然后我输入一个值之后的话呢 它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字串 丢到这边来 然后呢如果是1的话 它就会跑这个地方 后面记得一定有break 一定有break 如果你没有break跳开的话 它会继续跑下面 OK 所以底下的话呢 那如果什么都没有填的话就default 就是说除了1到5以外 如果填了1到5以外的话 那我就会有一个default 一个default OK那如果说这样的写法 除了用那个switch case之外 其实还可以用那个if else if else if 来写 那有的时候呢 其实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撰写习惯 我比较少 少用switch case 为什么 因为if else if 它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我就尽量用 所以后面的话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sample 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一样的结果 基本上这样应该是一样的结果 就是 我一样取得一个输入的值 然后呢 如果我这个值 等于1的话 等于1的话 然后它这地方会跳出一个1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比对的方式 在这里的话呢 如果说你是那个java java1.7以前的版本 如果你是两个等号的话 它比对的结果呢 应该是不会一样 因为呢 这个等于等于是比对数值的时候 那如果说呢 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在java script里面 我们来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那比如说呢 一样我输入一个1 enter 你会发现呢 1也会进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 在java script里面 你用等号 其实它也可以帮你比对 那个字串 你不需要用什么呢 字串的话 通常我们在java里面用什么 点ecos 对不对 用ecos去比对 那在java script里面 字串也可以用等号来比对 所以这边的话呢 它如果1的话会进到这里 2的话也会进到 那else的话呢 其实这两个程式的话 执行的结果都一样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两个都一样 那将来我撰写程式的话 该用哪一个比较好 这会有什么差别呢 好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程式 没有标准答案 其实任何方式 只要你写的出来 其实run的出来就OK 那主要会有差别 就是说效率 就是说 switch case跟if else 这两个如果你 跑大一点的程式 小程式 你没什么差别 如果你跑大一点的程式的话 Switch case 它的效能绝对会比if else 来的好 不信的话 你会跑个几万次结果 然后呢 给它一个计数器 你跑跑看 你会发现 switch case效能会比较好 是不是 因为它比对的方式会比较好 可是问题 通常我们不会比大量资料 如果你没有比大量资料的话 那我通常就用这种写法 应该了解一次吧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一个switch case 跟if else的写法 那再来的话 第三个 给各位一个练习 就是请各位撰写一个程式 把e加到某数 那某数的话 就是说 让user去填写 我想这个应该 以前在java里面也写过 只是说 你在javascript里面要怎么写 所以你要某数的话 就要怎么样 先让它怎么样 browns一个 请输入 请输入加总的 比如说那个 请输入某个数字好了 那那个数字的话 比如说我想要1加到100的话 那你就输入100 如果输入100之后 它就把最后的结果 怎么样呢 sort 帮我1加到100 好 这第一个练习 第二个练习 其实说1加到某数的偶数部分 比如说输100 把偶数的部分加起来 偶数的部分 那其实这两个sample 这两个练习 基本上差不多 关键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for回圈 你也可以用fire回圈 你也可以用度回圈 反正你只要回圈跑出来 把结果算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请各位 先把这两个sample 先练习一下 然后再思考一下 比如说加总 1加到多少 好了 画面先滑给各位一下